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就是我今天帶大家來的一個 很奇妙的地方 為什麼會說很奇妙的地方呢 其實你看這個房子 還有人燒垃圾跟家具 但感覺好像燒不太起來也燒不太完 你看這個房子都已經被樹林給佔據了 完全沒辦法進到裡面 然後呢我們掃一下周邊的磁場 不對 周邊的人形 然後今天風有一點大 所以說風聲應該會比較強 這一點請大家多加見諒 對啊這裡有使人燒過東西 但沒有全部燒完 是故意放火的呢還是怎麼樣 這是第一間 為什麼會說它是第一間呢 因為其實我今天 待會還會再去另外一間 先看一下這邊的磁場吧 嗯 紅色的耶 其實磁場還蠻強的耶 只是這只是一個廢掉的東西啊 然後這廢掉房子牆上 剛剛似乎好像有掃出一些人形喔 但應該那不是 這一間沒有它那麼厲害 但好像也就差不多這個樣子了 這應該是以前他們的廚房吧 他們的浴室 好 那至於今天 我來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跟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接下來 我就來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廢棄呢 其實 剛剛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就像是一個廢棄的 在日本來講算是一個脊落 就是一個村落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房子 目前 看起來只有三間啦 但實際上我們逛的只有兩間 那這三間房子 但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都同時廢棄了呢 是同一個家族嗎 還是什麼 但都不是 他們廢棄的原因是 其實他們這個村落的人 呃 不算是親戚關係 但是都是一個鄰居朋友的一個關係 那 那 據說 這個村落早期因為土地很 貧瘠 然後 交通也不發達 所以這個村落算是相當的窮 那 他們想要改善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他們就自然 有時候去找老師啊 等等之類的 說看看能不能 幫我們這個村落 改運一下 好 那 這個老師來 做了一些法之後 老師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 幫你們改運了 但是 將來 你們好的話 記得 也要回饋給地方 回饋給社會 或者是 去做善事 這樣子 但是 這一個村落的人 他們 確實變富裕了 收成也變多了 可是 當他們有錢了之後 卻忘了 之前 老師他所說的事情 他們 就自得一瞞 想說這個可能是民俗的 所以 他們也不以為意 然後 因為這個樣子 最後 他們給自己 招來了 厄運 到最後 整個村落 也跟著 廢棄了 至於這個地方 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 下一節再告訴你們 說完 我來這個地方的 一個 意義 跟他廢棄的原因之後 接著 我們到他的馬路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的那個 路燈 都只有在閃燈那邊 完全 這條路幾乎都是處於一個 荒廢的狀態 然後呢 其實這裡面好像有一個房子 但 進不太去了 好 接著這邊還有一間 這麼近的一個距離 卻 有兩間房 那 又有 這什麼樣的故事跟關聯 當初 這個地 是發展不起來的 導致 他們相當的貧窮 但是 發展起來之後呢 卻 又 沒有做一些事情 讓這邊的好兄弟 似乎 不太開心 這個樣子 這好像是他們以前的倉庫之類的吧 不是 這好像是他們以前的倉庫之類的吧 好 我們先進第一間吧 OK 至於 玻璃森 至於 這個地方 有著 什麼樣的故事呢 接下來 我就來 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其實剛剛 上一集有說 廢棄原因就是 這個村落的人 有找老師來 幫他們稍微的改喻 實作了一些風水 那 你覺得 老師 他當初 所講的東西 跟這個 會不會有關聯呢 或許有 或許 沒有 但 我必須要說 這一些 太過巧合了嗎 那 老師會這樣講 會不會也代表是 他 有著 什麼樣的意思呢 或許有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這個村落也廢棄了 那為什麼 人去柔空呢 因為在這邊 住 住在這邊的人 就常常會碰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 甚至當他們富裕了之後 他們過沒多久 又變得相當的貧窮 然後 什麼不好的事情呢 就是 身體上的一個影響 怪病產生 這個跟風水 有點不太一樣 他們的病 是怎麼樣來的 這一家得了這個病 隔壁的家 也相同 得了一樣的病 而且這種病 照來講 不是傳染性的疾病 像現在新冠肺 有可能空氣傳染 比如說 他得了心臟病 另外一家也得了心臟病 另外一家也是心臟病 在同一天 三個人都疑似心臟病 而離開了這個世界 然後 再來 就是 他們 也莫名其妙得了癌症 然後非常巧合的就是 三家的人 都同樣的得了 比如說像是肺癌 他們就得了肺癌 這個樣子 所以說他們也覺得相當的詭異 然後 就想到 老師當初所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說 他們這個村落的人 就再回去找老師說 欸我們是不是因為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好像被詛咒了 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 老師說 啊 我是 請人家 好兄弟幫你們的 那 你本來就是要去做一些應得去 返還給他們 但是問題是你們什麼都不願意做 你們都不願意做的一個情況下 他們當然 我幫助你了 但是你沒有幫助我 他們當然就會恨你 所以說會 給你們這樣的一個 反向 怨念 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怨念的反向 好多聲音啊 然後呢 這些怨念反向到你們身上之後 這個就很難化解 那 當然 剩下的人就說 老師拜託你幫我處理一下吧 等等之類 然後老師也說 要不要好我幫你處理看看 但是問題是老師說 呃 這個東西 等於是說你們言而無情 所以說 人家也不太願意跟你們談 最後 這一家 走著走 離開這個世界了 離開了這個世界 好 那發生了這一些事情之後 當然這個村落就荒廢了 也沒有人再居住了 那 當然 這台灣有一些地方荒廢了 就會被人家丟一些垃圾啊 或者是 當倉庫來放東西啊 或者在旁邊種種田啊 等等之 那 就有一些人 把東西放到這個地方來 就放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也很奇怪 就是他本來身體好好的 最後 也不信 得了重病 差一點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說他平常身體好好的 為什麼突然變這個樣子 所以 就跑去問老師 老師說你是去什麼地方 他就跟他講說你到了什麼 他到了這裡 然後老師就說 因為他在他背後看到有很多好兄弟 跟著 這個樣子 然後幫他處理完之後 他 才 OK 沒有事 因為畢竟他本來就不是這個家族的人 好像有人在喬東西 他不是這個家族的人 OK好 Anyway 他 再來就是 有一些老人家會來這邊撞田 就他們撞田的時候 常常會 在這個屋子裡面 看到有好多人徘徊在這個地方 然後竊竊私欲 之類的一個情況 而且是大白天喔 大白天碰到的 他聽到這聲音之後 回頭一看 這個屋子裡面 空無意識 那甚至有人呢 來這個地方 想要燒垃圾 結果燒著燒著 也燒不太起來 然後最後聽說燒垃圾 那一個人 也像發瘋般的 離開了這個世界 只剩他往生之前 他說 他看到好多人 在這個村落裡面 告訴他的家人 絕對不能靠近這一塊土地 所以這一塊土地 他廢棄了 然後聽說聚集的好兄弟 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至於這個地方 我相信大家還有一些疑問 接下來我們機器 簡單的做個問語答 最後 再把剩下的環境看完吧 好 說完這邊的故事之後 因為畢竟是室內 其實也不用 再打手電筒 因為手電筒是剛剛戶外所需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以前的老房子 順便掃一下人形 人形好像還好 調整一下人形的一些東西 換一個方式 看到東西 好像變更多了耶 他其實還可以做一些模式上調整 試試看喔 這是他以前的廁所 其實我必須跟 好 先來測一下池長 好 天啊 這裡是貼到底了 比剛剛那邊還強 好 至於 欸 故事已經講完了嘛 那接下來 還有一部分的環境呢 我就必須跟 非會員的朋友們 說聲不好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的部分 只有會員 才看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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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順一 好 好 很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